要真正的导出所谓电能的公式 来前面知道了 V等于Q分之一嘛 对电子而言 我是提供能量的 所以我的电位差是用来提供我的能量 然后对外面的灯泡或电子而言 我是消耗能量的 是我消耗了这些能量 我的电位差是因为我要消耗这些能量出来的 所以公式就一过去就1等于QV 所以电量乘以我的福特就是我的能量 QV就是我的计算方式 所以能量就是QV 然后呢 我们前面学过I等于T分之Q嘛 所以Q等于IT 就把这个Q等于IT带回去 就会得到的公式叫做1等于ITV ITV 所以我就得到两个 计算电能的公式 一个叫做1等于QV 一个叫做1等于ITV 然后我们也学过欧姆定律 我们学过电阻的定律 R等于I分之V 那因为R等于I分之V 我们就会变成V等于什么 IR或者I等于R分之V 然后就把这个V等IR或者是I等于R分之V 带回去刚才的ITV 你就得到了这另外的两个公式 I平方RT V平方处理R乘以7 那干嘛一个公式要变成那么多个呢 考试用 考试用 我们的I平方RT没有电压 题目没电压的人用这个 下面那个V平方处理R乘以7的没有电流 题目没电流的用这个 上面有一个ITV没有电阻 没有电阻用那个 就解决掉了 所以这是要考试 为了方便一个公司就直接带出结果用的 你什么都不要背 就记住刚才的什么V等于Q分之一 RV等于IR 你就会自来而来 你就要提到一去 你会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其实是可以不用背的 以前的背好了就自然就会 那我们就整理 变成就长这些公式就长这样 我们总结就为了四个公式来算能量 1等于QV 1等于I平方RT 等于V平方处理R乘以7 就我们得到四个 OK 没有电阻可以用第二个 没有电压可以用第三个 没有电流可以用第四个 为了解决方便 一个公式就算出来 所以我们碰出了四个公式 但是在实际上的状况 我们通常都用前两个就算出来了 那如果还需要别的 就找过去的V等于IR 或者是R等于IV之类之类的话 担心就可以了 同时我刚刚跟你讲过的 未来基本上我们都会算什么 电功率 如果你获我能量 我用电功率去求能量 用电功率去求能量 所以我们以后你其实 我等一下后面会交电功率的公式 原则上你只要背电功率公式就可以了 这些不用特别背也没有关系 你把后面的电功率公式备好就够了 OK吗 OK